可以介绍一下 我们这里的主打 就是这个榴莲花椒鸡包 好 那我们点一个这个 如果我先吃一块鸡吧 这个呢 我是可以尝得到 有一点点榴莲的那种 满浓的那种香味 但因为它不臭嘛 就没有盖过那个味道 我身边的朋友 有很多人不吃榴莲 但是他会吃榴莲产品 就比如榴莲蛋糕啊 榴莲酥啊 榴莲蛋塔之类的 所以我就尝试一下 做个餐厅 做一些榴莲的产品 给他们试一下 一旦尝试了 像榴莲这种产品 尝试你一喜欢上它了 也就像你一样 季节来了你就很想吃 几天之内 川普1号 成了 泰国榴莲 是 新鲜送到零升前 一人吃,兩人吃,三人吃,四人吃 高子吃,深人吃,兩人吃,熱人吃 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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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n 2018 ended, Chinese consumers had spent a total US$1.1 billion on fresh Tigerians doubling what they spent the year before. 通過 出現 WOW 一個零炒賞 liksom 60 no person 我們通過 在市民 Renant 但是泰国人的败买不足 人们吃很多的食物 比较好比较好 比较好比较好 但是中国人已经不错了 从2006, 台食品的败买 已经有压力了 现在, 只有一半的食物 他们吃了一年多的食物 就是中国育三次败买了